你愿意跟那个黄荣兴一起读课文吗? 他读李老师的,你来读高老师的。 好。 好。 好,用回想开始吧。 现在的个人们。 诶,等一等。 我们是角色扮演,cosplay哦。 好。是、黄荣兴现在是李老师。 宇洪祥现在是高老师。 你们两个现在。 明白吗? 明白吗? 明白。 好吧 来开始吧 黄龙兴 李老师 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 几秒钟就把问题决绝了 这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 现在人们 尤其是大学生开始不便使用电脑 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 只调查70%的人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 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 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 眼睛是拆受不了 不仅是学习方式 而且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外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在网上写日记 他们说这样可以让朋友去世了 去世了解自己的生活 这个办法不错 既能方便大家的交流 还能解约用质保护环境 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日记的话 会不会是那么安全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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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